一年了 寸土未复 自己冲动之下诛杀了千至金人的毛文龙 引来了皇太极十万大军直逼京师 皇上没有一句怪罪的话 作为臣子 此事除了感恩戴德 袁崇环只能下定决心 要为皇上流尽生命中最后一滴血 事实上 当崇祯把雕球大衣 披在袁崇环身上的那一瞬间 有无数的疑问 纠缠着他 敌军为何能长驱直入 进犯京师 大敌当前 你既不全力进攻 也不部署防守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和皇太极之间 究竟有什么密语 重真多么想把这些问题统统抛出来 让袁崇环一一回答 然而 最终他什么也没问 皇太极的十万大军还在北京城外 自己还需要用这件名贵的衣服 换来难以计算的回报 那就是袁崇环的赴汤蹈火 崇祯对自己有着非凡的忍耐力感到惊讶 他没想到 接下来袁崇环的表现更令他震惊 袁崇环面对崇祯皇帝 面对着满朝的大臣们 他就极力地夸张后金军队的强大 他甚至放言说 这个东人就是后金的部队 黄太极啊 他们到这来是做皇帝的 他们已经算好了 哪天要登基当皇帝 做一个明朝的大臣 做一个担负着边疆守卫的 这一个封疆大吏 在皇帝面前说 敌方要来到京城做皇帝 是威胁皇上 在袁崇环自己看来 说敌人很强 他们的力量很大 我没办法 我今天这个处境 可是在崇祯皇帝听来 这带有威胁性吗 难道袁崇环你是给敌人来 献祭义和吗 你是给敌人做说客吗 袁崇环自以为聪明 能把皇上给蒙蔽过去 袁崇环没有想到 本已对他起了疑心的崇祯 从这话里听出了蹊跷 如果不是袁崇环和金人有密约 他又怎么能知道 皇太极要在这金鸾殿里登基 此时重振终于恍然大悟 最不可理解的 袁崇环尾随皇太极的部队来到京城 他并没有马上跟敌人交战 而是提出要进城休整 什么意思 打开城门让敌人进来吗 可是袁崇环呢 不这样想 他想不久前 满贵比自己地位很低的这样一个将领 他在京城之外作战 因为战事疲劳 都被收进瓮城当中休整 我为什么这样一个大将 我的军队不能进城休整 其实军队边军来到京城 这就是一个大计 那么边军如果进到京城 更是一个大计 袁崇环又一次犯了大计 崇祯拒绝了袁崇环率兵进城休整的请求 这一次平台找队就这样 看似平静地结束了 对于崇祯来说 他已经从无数的疑惑中解脱 得到了自己的答案 擅自议和 与皇太极秘密勾结 通过边界贸易将粮食转卖给金人 杀死毛文龙 为金军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 袁崇环的刑迹 不仅处处可依 而且环环相扣 后金军队南下后 他又放弃外围抵抗 直接退至京师 难怪京城里 袁崇环通敌谋判 这一天 崇祝下了最后的决断 袁崇环不可再用 但除掉此人 还尚待十日 十一月二十七日 袁崇环在京师左安门 开始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战 四天前 皇帝披在他身上的雕球大衣 已经换成厚重的铠甲 他知道 皇帝给予自己的所有信任与关怀 在此时此刻 需要最富有诚意的回馈 袁崇环列队于城外 因为不能入城 他只能背城布阵 背对着冰冷的城墙 在凛冽的寒风中 袁崇环面对着皇太极 和十万大军 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最后一战 袁崇环和他的官宁铁骑 用血肉支驱 筑起的人墙抵挡住了进攻 五个小时的激战 金军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左安门之战 以明军胜利告终 左安门大战胜利三天后 崇禅再次传令赵剑袁崇环 赵剑的理由是发放军饷 此时袁崇环和他的军队依然被拒之城外 没有人为他打开城门 迫于无奈 袁崇环不得不从城下坐着吊篮入城 堂堂大明王朝的统帅 大明王朝的统帅 见到了崇禅 第一次来 袁崇环说出了五年平寥的誓言 崇禅赐给了他上方宝剑 第二次来 兵临城下 崇禅亲自为袁崇环披上了大衣 第三次来 八天前还满怀深情厚意的皇帝 转眼间露出了凶恶的毒牙